哇哦 我们来动物园了 我都没怎么来过动物园 哦 真的吗 哈喽 近条级的各位教授员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国家 这一集旅游景区 长沙生态动物园 今天来到我们长沙生态动物园呢 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动物 带来的欢乐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可以近距离地 接触到我们这些动物 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 走进自然 走进动物 在现代城市中 生态动物园成为野生动物 被认知的窗口 也承担着延续物种 多样性的使命 哇 天哪 那是猫果 哦 豹子 哇 好神气啊这个 哇 天哪 它吃的有点好 为保障园区的正常运营 工作人员们 要做好圆区物种种群的科学饲养与管理 宝宝 你好可爱 来 吃香蕉啦 本期调查员们 将走进Orfer生态动物园 开启第七场职场体验 来吧 吃香蕉了朋友们 你别抢我香蕉 你别把我香蕉都带走了 哇 这个好好看那回事 我天哪 这个座位真的像那个念宗的 我就笑死 陆座 今天 我想做这 来 我给你对挑衡 我不想跟你 你干嘛 别跑 我不想跟你挨走 别跑 这么怕我吗 我要做一 三四我坚决不做 我做三四走得倒 欢迎Orfer进调局的各位调查员 来到生态动物园 进行职场体验 今天 除了大家之外 还有一位新朋友 在哪儿啊 在哪里啊 让我们欢迎 李冠甲 哇 你来了 欢迎 欢迎 加入 我叫李冠甲 我来自山东城济南社 我现在就读于西郊六浦 开学是大四 他长得特别像我 大家不许 非常非常的踏实 冠甲那边呢 我觉得从一个延三跟大三来比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展现了很强的一个实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觉得长得有点像黄凯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一个类型 对吧 黄凯有没有觉得有压力 没有 有压力 有压力 欢迎各位调查员 来到生态动物园 本期共有三个职场禁调任务 因为人数调整 本期offer阵营的胜利条件为 完成三个职场禁调任务 每个任务有三次挑战机会 但在整个做任务的过程中 卧底阵营会用特殊方式回收offer 被回收offer的调查员 将退出本次禁调的所有任务 如果全部普通调查员的offer 或全部特殊智能调查员的offer被回收 则卧底阵营胜利 在你们十一位调查员中 将会有四位卧底 三位普通调查员 以及四位有特殊智能的调查员 特殊智能调查员分别是 每轮可以保护一名调查员的守护调查员 但连续两轮不能保护同一名调查员 拥有一次留下 或回收一位调查员offer权利的黑白调查员 一次只能使用一个技能不能自救 被回收offer后 可回收另外一位调查员offer的竹蜻蜓调查员 被黑白调查员回收offer 则不能发动技能 本期新增的角色是 小熊调查员 他可以在每次天亮后 得知自己左右两边是否存在卧底 如果存在 法官会宣布熊咆哮了 如果此调查员offer被回收 或者左右两边没有卧底 法官会宣布熊没有咆哮 就睁眼前一刻 所以如果熊两边的人没有走 那就永远是咆哮的 对对对对 我现在不会的 因为你一旦 你一旦咆哮了 你两边就上PK台了 除非双熊对跳 好玩了 这次好人的配置好强 好多身份 现在请三位候选局长 离开会议室 去进行各自的阵营选择 我们这次打算交给命运来 安排我们仨的角色 对 我们在节目组之外 自己玩点画 好啊 好 大家加油 好 好 那又是咱俩是吧 对 好人阵营 对 我们来的路上我们商量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代教阵营按抽签来定 今天什么策略 要不咱三个玩一个抽签 纯抽签是吧 纯抽 比方说一代表着狼 二代表着神 三代表着明 咱们抽到哪个续号就拿哪个 行啊 咱三来一个这个规则 狼局 对然后你拿了有 有熊 然后我可以躺平了 我们要不要猜测一下今天什么刀刃方式 牵到处 这里有牵到处 不会在这写谁的名字 谁就去世了吧 那也太明显了 这也太明显了吧 开始疯狂揣测 但我感觉现在的刀刃方式都变得 就是不用互动了 呃 引诱 引诱好人 学动物教 有可能 有可能 或者模仿一个动物 下面 为大家发放 O4生态动物园的临时工作证 在工作证内 放置有你们本次的隐藏身份 好 老虎 老虎 你是啥 我是羊 你是羊 我是羊 宇童你是不是小白兔 不是 嗯 小鸭子 为什么你们都可爱的 我是麦蛤蟆 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我是狗 我是柴犬 你是柴犬啊 你是什么 我是海豚 平常我是青蛙 请一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嘴角收一下 哦 抹楼 抢走游客的食物 百来百去 然后 别装了 哥们 紧张了 紧张了 怎么办 你出来了 怎么办 请二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不要偷看啊 请三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请四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请五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你不沾墨镜吗 不沾墨镜吗 抢了要求 抢了要求墨镜摘下来 为什么 这个墨镜 完全不到 完全看不出来了 这样 但她嘴角压不住 嘴角压不住 拿眼 这啥意思 不认识这俩字 就说嘛 你们又不信我 哎 请六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狼王 刺客 刺客来了 手抖了 我看见他手抖了 请七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请八号调查员 请九号调查员 请十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请十一号调查员 查看自己的身份牌 不要听 完了 哎呦哎呦哎呦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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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 请闭眼 卧底请睁眼 你们可以互相确认身份 请卧底商量选择 今天要回收 谁的offer 守护调查员 请睁眼 请用手笔出 你想要守护的调查员编号 天亮了 各位调查员 请睁眼 接下来 各位将迎来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 本轮调查员将前往熊猫馆 体验熊猫饲养员的工作 哇 熊猫饲养 十分钟之内 观察熊猫馆内的熊猫亲亲和大美 十分钟后 你们需要在十五个熊猫图件中 准确地认出亲亲和大美 现在 请你们选出六人完成此任务 谢谢人 谁不想去 我就跟 其实跟跳舞那把一样 我不擅长 就因为我就是大概率也是分不清 你想留下来是吧 对我分不清 我真的分不清 我特别想去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熊猫 我也很想去 因为我之前有认过几只大熊猫 就是我单纯就是想玩 我之前在网上有看过熊猫的 就是各种熊猫的对比图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有一些优势 所以我也想去 就是我有半个来自成绩的 特产 但是我才没有去过熊猫基地 但是我觉得 成都的精神在支撑着我 说一下我的优势吧 长得像熊 太过分了 中学学了十一本大学生物教材 有无脊椎生物学 脊椎生物学 动物行为学 动物生理学 植物分类学 植物形态学 植物生理学 他准备了发言稿吧 为了去玩任务准备了个发言稿 还有生态学 遗传学 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 可以吗 等一下你要是去了 然后猜错了 那你绝对接 那也学位被撤销了 那就除了九十一这种专业对口的 谁让黑白配吧 那就选四个对吧 对 少的对 少的留在这 少的在这坐着 少的在这坐着 交给命运 黑白配 白的出 黑白配 四个走 好走走走 走 十七六四 对 都不能去见可爱的大熊猫 那有小熊猫 不是 卡皮巴拉 我也挺想看看 我们是必须要死死地坐在这里 还是我们可以在周围活动 我医生昨天说 我如果今天看不到水疼 我会得抑郁症 又算公伤了 你那个上面好可爱 那是胡萝卜吗 对 专门买的胡萝卜 天哪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这拍照 要拍照吗 我觉得张爱琪已经等了很久了 等我拍照很久 她暗示我两次 我感觉到了 我的感情开始 三二一 很拽 哇太你俩好白啊 真的 看看 别我们俩第二天被淘汰了 有点有点暗 很拽很拽 非常好看啊 还挺好看的 好想上厕所 两位去淘汰人了 服了 有没有人来监督 走走走走走 一起 你们一起去淘汰人了吗 那我不去了 别怀疑我 我真服了 可爱的小猫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离我远一点 本人不接受任何一米之内的距离 等着你们跳啊 这里肯定有卧底 最期待的是你 我也蛮其他大的 各位调查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长沙生态动物园大熊猫馆 我们这里生活的两只大熊猫 一只叫青青 一只叫大美 接下来有一个任务 给大家十分钟的时间 认真观察大熊猫 十分钟后 请大家在十五张照片里面 准确地识别出大熊猫 大美和青青 前进 好的 这只熊猫是大美 好可爱 她好可爱 好想给她拍个照 太可爱了 开始计时了 赶紧看 看不清 老师 看一下她的肚子上面的花纹颜色 还有四只 还有脸 这是大美吗 微笑臀 还有一只呢 还就在前面 不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 一波看一个 我去看另外一只吧 还来一两个人吧 那我跟你一起吧 来 咱们过去 哎 你们两个分开吧 嗯 好 言语那么自觉地跟上去了吗 不是 因为我 我们来过去吧 嗯 我在 不是 谁跟我一起看大美啊 你们三个留在这吧 那言语有问题 她非常自觉地跟上去 我去看另外一只吧 还来一两个人吧 那我跟你一起吧 那我跟你一起吧 而且我说不让她去的话 她就有点 没有仿佛 我就不太想她 那你不知道她的回收方式是什么 对 太远了 太远了 快来 轻轻 这里有一块花纹 轻轻的腰下吧 我看看 有一块黑色的 它背不像一个什么 像个马甲是吗 我们现在看不到脸 哎 跟上看不到 那就等一下吧 她总会钻过来的吧 哎 好嘞 问题又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之前是去那个西安那边 他们大熊猫 就比如说有的是腿很长 然后长得很修长 然后她的那个嘴 有的是圆的 有的是尖的 是不一样的 嗯 她有个经验的老师 平时可能看过熊猫了 对 但是不一定会记得住 看她脸了 你看她侧脸那个鼻子 看她鼻子的角度看一下 她长得有点像熊 她本来就是熊 她头挺小的 身子挺胖 她脸部形状可能有一点像这种 嗯 稍微有一点下垂 她鼻子那块有点T型的感觉 哎呦 这怎么办呀 太远了 主要是五官的话就看不出呀 能不能找个游客 让她们拍一下照片 让我们盯着照片看 可以啊 可以啊 有道理 问谁有没有熊猫正脸的照片 但是我觉得可能得小心相机 要用黄凯盖 所以她想跟熊猫拍照 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 嗯 她好可爱呀 好可爱 对 宝宝真可爱 能进去吗 你在做什么 她是不是耳朵 那个下面有一点发黄了 但是 不知道那是脏的还是 当然可能是脏的感觉 你觉得她背部会有什么特征吗 但是是不会给背的照片 对 对 也不一定有可能给侧面之类的感觉 侧面应该会 你看她那个下巴那里都是黑色的 看到没 就是她那个黑为国连到了那里 是这里对吧 对 连到这 就像一个黑象圈一样 对 是的 就是下巴那是黑的 对 她说兄姐有白马上穿个吊带 是吗 她们还会冲马当桌呢 她们有什么特征吗 看毛 看美的毛 有点渣渣的 渣渣的 渣渣的 对她渣毛 她的毛比较长一点 渣渣 然后脑袋比较圆的 轻轻的话会胖一点 大一点 提醒大家现在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好的 她头挺小的 她鼻子还挺长的 姑姑跟她们说要看五官吧 要不换一下 跑步要快一点 快点 快点 黄凯 其他人呢 在这 老实说主要看五官 五官 你们要过去看吗 可以换一下吗 小孩都不知道去哪 小孩都不知道去哪 小孩都呢 等一下雨桐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王雨桐去哪了吗 不知道 看看孩子 有问题 雨桐 在那边 雨桐走 我不管你们了 你们自己说 我们先看 她跟她鼻子明显不一样 她鼻子很圆 刚刚那个鼻子是有轮角的 这个鼻子是圆的 然后鼻子比较长 这个没有那么长 我感觉她的项圈要比那个粗 她嘴长 我感觉比那个大美要胖 你刚刚没有看到她后腿的毛有一点这种波浪型的 有 天哪 她直接背对着我们了 怎么都在吃东西 你不能不让人家吃饭 时间到了 我的天哪 这我感觉完全认不出来了 去看看她的背 她的背心是个蝴蝶也是这个 好 现在时间结束了 好的 各位调查员 我们现在去竹林集合吧 好 请大家在15张照片里面准确的识别出大熊猫大美和青青 是不是觉得很迷茫 对很迷茫 可以用排除法吧 先把你们认识的排除掉吧 这个肯定不是 这是那个 这是花花 13也不是 因为它是棕色的 5应该也不是吧 因为没有熊猫的脸是发棕的 就是这一块 上面应该也不是 棕子里的毛也没有这种的 也不像 8也不像 她的鼻子好不一样 1是大美吗 大美是炸毛 第四个那个潦草的耳朵肯定不像 14我感觉也不像 没有人的耳朵是那个样子 大美好厉害 我真的看不到 那个耳朵不是长得很奇怪吗 对 大美就是有点圆圆的那种 反正青青的鼻子它不是圆的 我感觉它是有点梯形 有棱角的那种鼻子 那就是这些都被排掉了 我的妈呀 好难 大家还讨论两分钟好不好 这是大美吗 对 微笑唇 不是说那谁微笑唇吗 微笑唇 那就不是微笑唇了 那这个 这个 两只熊猫青青和美白 旁边下巴都有两只黑毛 会往上延伸一点 但是有些角度它可能挡住了 这是一个问题 大美的毛有点渣渣的 渣渣的 对它渣毛 就是 proprietary 在渣渣的用ườn扨 那就没有帆 könnte 真的是在渣渣喔 还是蚁的 我觉得但是这个 tej澳 transactions 有点要有三背 lain 没有出现白索的 因为她靠过去 sempre 好 peu 我觉得它是什么不知的 我就 installation看 六更像大美 你看她好厉害 我真的看不出来 青青也要说 青青是一个瘦脸 然后有点垮的那个表情 十五也像 十五那个鼻子不是很长吗 九呢 对 我觉得九也有点像 青青 青青我们觉得是九或十五 十五像吗 十五好像没看到项圈 她角度也可以挡住了 但是我记得青青的 项圈还挺出来的 我感觉她的项圈要比那个的粗 挺粗的 还三十秒 那我们选个九吧 而且我也感觉她的耳朵 好像我还有见过类似的那种 我们有没有完成的 直接给答案吧 那就六九 啊 行 看一下 答案 答案 恭喜答案正确 恭喜答案正确 大家好厉害 好厉害 来了 感觉言语和文婷好开心 没有 疯过了吗 过了 这么厉害 最后谁立了大功 跟我没关系 我发现我完全忍不住 没认出来 不是过了吗 没过 没认出来之后 那谁告诉我成功了 那谁告诉我成功了 我还在这鼓掌 到底好了没 可能是卧底过了吧 什么意思 到底赢了吗 交给你那个任务做了吗 完全不了 什么意思 没刀成 没刀成 空刀了 你如果好人 别混淆我们事情 真服了 叠中叠 中叠 叠中叠是吧 叠中叠 下面公布 本次职场任务完成结果 事目以待 恭喜各位调查员 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 挑战成功 哇 天黑请闭眼 黑白调查员请睁眼 本轮他的offer被回收 你想留下他吗 你想收回几号调查员的offer 黑白调查员请闭眼 天亮了 各位调查员请睁眼 本轮没有调查员的offer被回收 昨晚 熊没有咆哮 本轮11号调查员 收到了一份专属信息 此信息来自三位候选局长之一 你的标准 信息内容可真可假 请调查员自行决定是否公开 请在场的调查员们集体讨论出 本轮你们想回收offer的调查员 从1号调查员开始发言 1号发言 第一条 好人及好人以上 然后刚刚在这发生的事情就是 你在那拍了半天照 然后 用什么拍摇 因为他自己带的相机 所以我那肯定没问题 然后觉得还是看熊跳吧 然后不然也没人被回收 也没啥任何别的东西 任务还完成了挺好的 过 然后我们刚才的话还有啥 想一想我们还干了啥 5号吃了个早餐 对 3号和8号去的是洗手间 还有啥 好像就没有啥了 好 好 到我发言 首先我也是名机名以上身份 然后 先讲一下我们场上信息 主要是拍照 然后还唱了一会儿歌 然后但是摸的话就是有摸灯和月亮 然后还有平底锅啥的 就是我们摸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目前的感觉是4号和7号 都有点想带对的意思 让人说去发言吧 每个人说一下自己 从11号开始吧 这也太冷了吧 哎就针对我 那就是1号不去 其他10个人都想去 那就黑白费 行可以 然后目前能认下的是8号 就交流下来 我觉得8号身份是好的 我过 那我发言 我先说一下 我没有想带对的意思 我只是我是个好人 我认人状态不错 对 2号给了个信息说 三八去洗手间 三八去洗手间 三八去洗手间这个行为 我觉得可以再给8号一点压力 你要不要说说你们在洗手间里 说了什么东西 以致让3号可以凭直觉 觉得你是个好人 因为我觉得3号他 不像是有视角的人 他平白无果给你贴了一个边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疑 有可能是因为他想做 做好自己的好身份 如果你是明的话 你的态度会比较谨慎 你不会这么快 就通过卫生间一场短疗 你就给8号认为 我平时觉得他是个好人 这是第一点 再说一下我观察到了7号 7号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做好 我感觉他做任务的时候 不是很积极 然后6号的话 我觉得他这一轮 其实贡献率挺大的 他在最后执任环节 他给出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我觉得他至少贡献度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种可以先不谈他 对 我觉得重点可能交定 会给7号吧 我看看7号怎么聊 好 我的发言结束过 好 首先分析一下 现在的状况 没有人的提供被回收的 所以很有可能 握地没有触发技能 要不就是女巫用就要了 但是我看挺多人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 握地要回收人的话 其实应该也是挺有机会的 所以我猜应该是女巫用了救药 所以在场的好人都要小心一下 因为女巫再没有救药 可以去救人了 然后4号就我觉得 现在在我看来是不做好的 因为他其实3号也解释得很清楚了 他跟8号去洗手间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摄像机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但是4号却很奇怪地去怀疑他们 然后也踩了他们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过了 基于目前我们信息量比较少 要不熊或者好人就先别出来带队 藏身份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我发言完毕 好 然后我发言 就是我先说我是名机名以上 然后我的任务贡献很大 就是因为我们在选那个大美的时候 差一点就选了3号 但是我记得大美他的耳朵下面两边是有发黄的 然后还有他的脸有一点不对称 然后就是这两个信息让我们选择了正确的6号 所以我先表明一下我的好身份 然后刚才的发言听下来我有一点点怀疑3 因为3说的信息什么摸灯摸月亮摸平底锅 就是没有给出特别多有用的东西 然后3把4跟7推出来 但是4跟7没有跟他在同一场做任务 因为4跟7其实都跟我们去做任务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场发言挺水的 我轻轻地踩下 4呢说实话我觉得他的状态 这一轮有一点像好人 我觉得4他反而是他很积极很亢奋的时候 是他真的想发挥一些东西 然后的状态 跟他之前玩狼的状态有一点不像 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当时去做任务的情况 当时我凯哥然后还有宇童主要去认大美 但是宇童有一段时间是离我跟凯哥离得远一点 就是我目前能提供我们这边的信息 好过 刚刚听了前面六个发言 我先说一下就是场下的 5号跟3号说的是比较多 1号是有点水感觉 3号他确实把我和4号7直接推出来 推成焦点位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做好 你都不知道我在上面干嘛了 你就把我推出来 然后4号的话 他一开始对我的警惕性就很高 然后他说我做任务很消极 但他没有说自己做任务怎么样 他自己做任务 其实如果说贡献度的话 我觉得他跟我的贡献度也差不多 目前6号在我这边是做好的 因为我确实根据我们指论熊猫 我觉得他的行为比较好 然后宇童确实有一段时间跟我们有一段距离 但有一段时间我也跟大家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不能通过这个来判断 因为我们不知道卧底回收方式是怎样的 然后我就说直接把我推到焦点位 是一个很不明智的行为 因为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确实 对 我有倾向于123当中应该会有一批狼 然后45应该会有一批狼 然后这边应该会有 我是好人 首先就是我自己是好人及好人以上的身份 然后回答一下前面几个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三给了我一个就是认可 我不太敢接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任务 我就这么认可 但是我觉得是 这又是可以播的吗 就是我可能也是有点新手的感觉吧 就是我没有特别紧张 所以他觉得我可能是好人 所以他觉得我可能是好人 我这么理解他我毕竟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相机的问题 相机我害怕有人质疑我 所以我第一张照片拍的是雅琪和梁威一起的 还有个很奇怪就是四追着我打了两下 又说我上厕所又说我给人拍照 就是防备其实有点强 就是把这个点攻击给别人 还有一个就是七 我感觉状态比较紧张 我就老觉得是有一点作贼心虚 你过 好的 先说一下 我是熊 我是小熊调查员 然后刚刚大家都能听到熊没有咆哮 所以八和十在这边是精水了 所以四也不用怀疑八了 八在这边确实是妥妥的精水 在任务钢场上面 最后任务完成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 四 六 九 十是非常开心的 但是七和十一当时的表情就是比较淡定 或者说可以说没有很开心 我是比较认四的 因为今天一开始就是一个找好人的一个心态 能够感受到比如说 当十一说自己要去单独去 然后六跟过去的时候 四就会敏锐地去注意到这一点 就他会注意到很多有可能会去回收的时刻 他会提醒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不是卧底会做出的一个行为 然后四 他去盘三号的一个逻辑我是认可的 没有那么一个笃定的情况之下 你就给八发了一个精水 就这个行为其实真的是不太做好的 然后五刚刚说女巫用了旧药 但是首先五是没有说明自己身份的 然后说女巫用了旧药分析的很全面 然后就踩了一下四号 还说熊不要跳 就是五在前面的发言我是比较认的 但是在后面你有一些发言 就我会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四的状态是比较明显的 那三和五其实会对于四有了比较明确的一个 想要去轻踩一下的这个倾向 然后七刚刚的发言也很有意思 七说一和二比较水 然后他觉得三和五的发言是不水的 七也认了三和五 但这个就是不排除说卧底互踩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现在三和七的这个卧底的面是比较大的 然后七说自己是有身份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狼王 我说一下就是 反正我现在被发那个精水了对吧 然后我真的是一个好人 几好人以上的身份 在我的观察里好像言语和凯歌是在一起的 而且言语也是在比较认真的认那个熊猫 但是凯歌好像就一直黏着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三号的身份有点 有一点奇怪 对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拉拢八号这个行为 嗯OK 过 先说个无关紧要的啊 我的专业对这次的任务没有任何帮助 这次帮助确实挺大的 确实是四九六 然后我再说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 我跳黑白 昨晚九导牌 条子是刺客旁边是双精水 真雄旁边双精水 好吧 如果你们认这个条子的话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条子是两阵一副 前三个条子两阵一副 我这个时候已经用的解药了 没有人敢跟我对跳 好人也不要穿我的衣服 好人穿黑白我晚上直接把你送走 好吧 所以你们如果认我这个黑白的话 现在已经四斤水 剩下的七个人出四个卧底 四九十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四九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很长 然后我一直在积极的找那个熊猫的方位 看它的正面和侧面 所以这一轮我归票四 而且我再提供一个信息 卧底是有可能盘出这一轮的熊的 因为是它一刨下它就能猜出来 在场可能只有一个三年好的情况 就是八九十 接下来都是卧底和好人可能会间隔做 然后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八九十十一四斤水 然后你们这些卧底间隔做先出四 发言结束 准备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本轮三号调查员的offer被回收 上蜻蜓 上蜻蜓 你上蜻蜓 三号调查员 请选择你想使用技能的调查员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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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请选择 选择 你以为他去了三个呀 哈哈 孩子们来了吗 哈喽 来吧来吧来吧 哈哈哈 直接把狼王给端了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的按时起起吃午饭 哈哈哈 没想到第一轮交走了三个人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不错 哈哈哈 天黑请闭眼 卧底请睁眼 请卧底商量选择 今天要回收11的offer 卧底请闭眼 守护调查员请睁眼 请用手笔出你想要守护的调查员编号 守护调查员请闭眼 二位调查员 二位调查员请睁眼 接下来 发布第二个职场体验任务 本轮调查员将去到结尾狐猴的园区 体验动物管理员的工作 结尾狐猴性情温和 平时喜欢成群活动 管理员每天都需要清点园区内 狐猴数量 现在请你们前往结尾狐猴的园区 在十分钟内 帮管理员们核对今天园区内结尾狐猴的数量 如果正确则算完成任务 此任务需要二十五人协作完成 请调查员们讨论出参与本任务的人选 一十一不要去了 精水都去 黑白还有人敢乱跳的 你自己思考一下 窝底会不会跳黑白 你思考一下 你们刚刚归票很明显 你可以不用怀疑我 因为黑白会自己解决的 如果我窝底跳黑白 今晚我就死 刚才情况是这样 三和七之间是一个猎人一个狼王 四刚刚很明显是个好人 对 所以说现在有两个好人走了 只有一个卧底走了 所以场上还有三个卧底 你们刚刚说自己又是女巫又是好人 那这个卧底在哪呢 对吧 你能不能先不谈我女巫 我现在只是在谈任务 任务的话 八九十六 现在是整个发的精水 然后剩下的一二五十一里面就仨 完了没有带队的了 你连我的身份都不认的话 我觉得就你们八九十去吧 不要说了 对 你走吧 那我们三个人去 走 走 你有身份吗 没有 好 你有身份吗 你俩都没有身份 好的 那这样我们三个人就不用特别紧张 对 第一次这么不紧张地做任务 我运气很好 考验眼力的时刻到了 早上好各位调查员 欢迎来到狐猴岛 结尾狐猴呢 它是一种性情温和喜欢群居的动物 因为它这个双眼狭长似狐 尾巴上呢又有一节一节的环节 所以称之为结尾狐猴 我们日常工作中呢 会对这个结尾狐猴的数量进行清点 所以这一次希望各位调查员们 在十分钟之内清点完整个岛上 所有结尾狐猴的数量 然后在监狱那个有这个树嘛 所以它们会藏到那个树上面去 树上去 这里也摆了植物 到里面直接它们进行引诱 这样子方便你们好完成任务 这个你们要拿吗 不是 你们要拿吗 要拿 来不及位 你拿吧 那我拿一个 我也可以吃 我也是你猴 挖咯 它们好可爱 它们一直在看我们 好可爱 走 我们一起数吧 我们一起一路自己数 对 一路数 那么如果各位还没有什么想问的话 那我就现在开始计时了 等一下我们先确认一下战略 等会我们先进去看一下那边的范围是什么 不好意思老师等一下 好像没有不用过去 就是这一幅 这个绿房子然后这一部分 OK 就是一大圈 那边还有呢 哪边 那还有一片呢 那不也就这一片吗 对但就到这结束了是吧 对 那我们所有人绕一圈 然后自己也自己数 然后最后对一下 后来拿香蕉引出来 他们会听我们的吗 您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怎么最快有什么建议呢 我推荐有谁跑到在某个地方作为诱饵 其他人站在一个观察位 这样子可以数得 他们全都会过来是吧 好可爱 你要不要做诱饵 我要做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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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你好 吃饭了 你先想一想 就开始计时了 你们先聚集 我把那个绿屋子里的数一下 好 我去吃绿屋子 宝宝 你好可爱 来吃香蕉了 他吃香蕉好可爱 他吃香蕉好可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数吗 不好数 这树里有超级多的猕猴 我服了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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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 还有吗 屋里边还有人吗 你还有亲戚吗 嗯 没有 应该就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对 这边是六个 嗯 好 给 给我点香蕉 那个树上面有超级多的猕猴 别抢我香蕉 你别把我笑救了 我带走了 过来 是 现在你数吗 还是只有他在数 没有 只有他一个人在数 哦 不要来点香蕉 我去那边引诱一下 各位调查员请注意 时间还有五分钟 啊 这怎么数 一二三四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六十八十九 巨难数巨难数我的天 因为他们会动来动去的 二三 你数了几个 就这一片只是这一片 二十 没有不是我数二十一个 可能我数的不对 我多数了一遍 那么再数一遍 再数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这还藏着两个 十二 鼠猴子好难的 太难了 分工也不好分工 我估计这一局会很快 你们一二五六 该向我飙水的时候到了 因为我今晚会开毒 如果七号是时尚刺客的话 你们一二五六里面有三个卧底 所以今晚你们四个必吃我的毒 我跟你们说了 卧底不跳熊的话很掉轮次的 我的教学你们没有听 就不要怪我下手狠 我已经不懂了 但是没有人跟酒队跳的话 就默认酒是熊了 你们真的都没有跟我飙水吗 你们是四个卧底吗 这些是什么声音 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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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过年放的鞭 你们不是应该至少有 你们至少有一个好人吗 都不像我飙下水的吗 我真的会开毒 好吧 我是明金鞭炮 你穿好了吗 你不想给我 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帅 学识燃博 如果我相信兴起的话 你一五铁我铁 你穿了这个花 嗯 嗯 嗯 老虎 都是牛 嗯 嗯 嗯 啊 我给你吃的人 könnte你吃了 什么 vyuk 元阅穴 给你吃点 需要告诉你 好 好 我的天哪 这地上的好脏 你们还要不要 不用了 它那个棉花糖看上去好不错 还是爱心的呢 这是个新 拍个张照 来来来来拍一个 蓝的新抛出来给朋友们看一看 蓝星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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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可以了吗 这个蓝 好想要成天 蓝蓝这个 我我也要来一下 阿阳 你的老头合适吗 哈哈 哎好看 陈爹也来一张吧 心里把它转一转一下 现在是个桃子 哈哈 造型 各位调查员请注意 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了 啊 十二 你是不是第十二个 别动了 祖座 你 姐姐别动了 别动了姐姐们 三四五六 一二三 我的天啊 他们藏得也太深了 三一二三 我感觉我数了十四只 十五 我算是二十三只左右 二十三只左右 二十三只左右 我就数了两面 那是二十三 对 再数一遍 最后一遍 各位调查员请注意 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阿老洞 一二三 十二十三 十二十三 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 他跟我捉迷藏 别吃香蕉皮啊 时间结束 时间结束 各位调查员们 还是觉得是二十三 我也觉得二十三 就是二十三 就是二十三 二十九 二十九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会不会是三 我也觉得会是三 十三 三十 你给我个暗示是整数吗 二十三十 二十九 王 31 你确定吗 31 确定 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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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觉得是23 我也觉得23 就是29 29 但是我觉得他会不会是30 我也觉得会是30 你给我个暗示是整数吗 29 29 恭喜我 31 你确定吗 三十一 确定 不改了 没错 就是三十一 感谢你 手上有伤情 不好意思 牛牛牛 我们好厉害 我觉得这个能数出来不容易 你们太厉害了 你们三数完了吗 数完了 了吧 对了吗 对了 对了就不开心了吗 对 我来看看你们开不开心 在观察大家 对 我在观察大家 什么 才有数对了 看起来你不算开心 不是 我要那么 我也很开心 现在宣布 本轮职场任务 完成情况 第二个职场体验任务 挑战成功 牛啊 猪猫牛 数猴子都数得过来 好厉害 我这老药坐不住了 天黑请闭眼 黑白调查员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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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他的offer被回收 你想留下他吗 你想收回几号调查员的offer 感觉要开毒了 感觉要开毒了 黑白调查员请闭眼 天亮了 各位调查员请睁眼 本轮被回收offer的事 本轮一号调查员 与十号调查员的offer被回收 请沉默离场 你不是不可能赌你 我肯定是刘元祖的 本轮熊没有咆哮 朱硕营调查员收到了一份专属信息 此信息来自三位候选局长之一 信息内容可真可假 请调查员自行决定是否公开 现在请在场的调查员们 集体讨论出本轮你们想回收offer的调查员 从二号开始发言 我觉得现在场上就还挺明晰的了 九号肯定是熊 八是个好的 十也是个好的 我也是个好的 然后我现在我个人 我还是认十一号的黑白调查员的身份 因为我感觉 一号应该还是被十一号给坡走的 为什么我这么感觉 是因为十一号一直在说 就是看坡谁 然后十一号应该是被回收掉的 现在的话我就可能比较怀疑 场上的五号和六号 那我先说一下纸条上的是什么线线 我收到是快对跳 我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的 假设我收到这一张纸条是好人或者是真的话 还有三郎 他说 但是鞋子条是刚才一号跟十号被带出去之前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一号跟十号其中一个就是郎 那我在我看来的话 我觉得一号更加像是郎 所以现在我们这里应该还有两只郎 然后我觉得 应该是时候我要表明一下我的身份了 我是首位 第一局的时候 我是首了 九号 第二局的时候 我是首了 十一号 但是十一号刚才说服我们的逻辑的时候 他有说过四号也可能是首 这一点我是有点怀疑的 因为他这样说的话其实有点矛盾 这样的话他就是质疑九号是不是熊这个身份 如果他是好人的话 在我看来没必要去质疑九号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看来 他们的机会更大 所以我首了他 嗯 就是我不知道六为什么突然跳他的首位身份 而不是 五为什么跳他的首位身份 因为在竹蜻蜓已经出现 熊已经出现 黑白已经出现的情况下 首位再跳出来 那不就是帮着狼再把名挑出来吗 然后狼直接刀就可以了呀 所以我觉得五的发言让我非常的迷惑 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个时候要跳他的首位身份 还有就是五的这张纸条 他说有三狼 有三狼这个 就是一个非常 就不用不用说的一个东西 因为三跟七中间肯定是有一个狼 所以肯定现在目前 起码有三个狼 反正我觉得五在我这里身份挺不好的 然后二的发言其实也不是很好 而且二这次做任务非常不积极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如果说非要选一个的话 我是觉得五真的还挺奇怪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跳首位 对 过 我很支持六号的观点 就是五号为什么要跳出来 按刚才我们确定九号是熊的情况下 那我其实是唯一的名了 我觉得首位如果可以的话 下一把最好守我 我本来很怀疑不严格 但是不严格这句没走 让我产生了一点疑惑 我就这些 过吧 我主要是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今天晚上熊没有咆哮 也就是说在狼刀完人 然后女巫读完人之后 熊仍然没有咆哮 也就是说我现在两边的这两位 都是精水 都是好人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十一在这里一定是好身份 不管你是不是女巫 但现在也暂且认一个你的女巫身份 现在二和六的身份 可能现在也是比较偏向于二一点 因为六在这边的发言 现在一直都是还不错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让我注意到的 就是五号收到那个纸条叫 快对跳 有三郎 对跳一般指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里边跳了一个熊 如果我是假的 那个真的熊要跟我对跳 对吧 如果你要是说你只是想跳一个守卫 其实这个不叫对跳 我是说给你这个字条很有问题 而且这个字条是给到你的 那对跳你只能对九或者十一 九或十一现在全都是好人身份 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所以你要是对的话 那你不就是卧底身份吗 还有五刚刚那个守卫的发言 也不是发得非常好 除非你没有跳守卫的一个动机 你跳守卫是为了什么呢 整个跳守卫的过程说的也不是很好 就是你没有说的很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一局我会去 说到这个条子 条子有可能是卧底局长给出来 无限五号的 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因为说的是对跳 对跳它是卧底局长 卧底局长给它条子 一个是想让它跳出来身份 当然它也有可能 5号是卧底 那卧底就算它对跳它这个条子 它是应该不要公开的 但是它却不小心公开了 所以5号是卧底的可能性 但它也还是有 其实现在卧底影变很大 把你关甲送走就可以赢了 5号你如果是真守卫 基本上手8号所以不能出5 6号没有跟5号跳守卫 这个守卫必须要留一下 不然这一局卧底直接赢了 所以5不能出 6号要先出吧 6号要先出的意思是 今天出掉明天出啊 自己逃吧自己逃吧 我是说我要逃掉 发言结束 开始投票 三 二 看票金看票金看票金 一请投票 本轮5号调查员 与6号调查员停票 5号调查员与6号调查员 去PK发言 请6号调查员开始发言 为什么会投我呢 就是我想不明白 投我的逻辑在哪里 然后我还是很怀疑 十一为什么会带队归我 就是我真的想不出 任何投我的逻辑 因为不管是我做任务 发言还是什么 我的身份照理来说 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5这里 它表明他自己的守卫身份 就很奇怪啊 如果他是真守卫 把他投出去的话 那其实把8留在场上 不让他做任务 或是怎么样的方式 他也有自保的方式 对不对 就是你们想一下 如果说5是真守卫的话 基本上投出去也无所谓 但是你们把我投出去 肯定会完蛋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在这一局 一定要跳出来说 我是守卫的原因 是因为11号很怀疑我们 就是1跟5之间 因为我们刚才在这里 讨论的时候 11号说了很久很久 1号跟5号跟2号是狼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不表明身份的话 我作为守卫 我就很容易 会被11号发言的时候 归票出去了 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是黑白已经是没有救药 如果连我守卫都出去的话 那剩下的就没人能在 守护人或者是救人了 纸条 其实我也分不清是好人 还是坏人给的 因为我是比较前置卫的发言 所以我还是想把这个公开出来 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 这个纸条到底信还是不信 如果必须得我们在两个之间 选一个吧 我觉得还是得投6 因为我是守卫 我要守住剩下来的8号 接下来除5号调查员 与6号调查员以外 剩余的调查员可以投票 准备投票 我的天哪 我现在都有点紧张了 我投5他投6 我弃权 我弃权 5号调查员与6号调查员 第二轮停票 本轮天亮没有人被票选出局 好想把自己送走 天黑请闭眼 卧底请睁眼 朱绝营调查员 收到了一份专属信心 我先说一下纸条上的解线 我收到是快队跳 有三吗 请卧底商量选择 今天要回收谁的offer 握底请闭眼 守护调查员请睁眼 请用手笔出你想要守护的调查员编号 守护调查员请闭眼 天亮了 各位调查员请睁眼 接下来发布第三个职呈体验任务 本轮调查员将去到浏览车行区 体验游览车讲解员的工作 作为一名讲解员 需要对园区所有与动物相关的事宜了如指掌 浏览车行区有20余种动物 包含了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 你们将乘坐游览巴士 进行动物观察和记忆 游览车到站后 你们要回到会议室 接受提问 八个题目中回答出六题 才算通过此任务 此任务需要二至五人协作完成 请调查员们讨论出参与本任务的人员 不用讨论了 能去玩就一起去玩吧 因为如果还是两个卧底一个平民的话 守卫在的话 连刀两刀也输了 你怎么确定场上只有一个名 除非还有两个名 那就是你们二六号还有一个普通的介绍李冠甲 这个任务如果完成了 我们即使没有把所有的狼盘出来 但万一 也可以 对 万一还能赢 你要是真熊 真就信我就五次个去 我想这段 我一次都没去过这段任务 他们俩再打刀人也不会输 我们只要把任务做完 这就结束了 我怎么就 我怎么就一次都没出过去 六八九十一去 我刚才不应该 我当时 我因为我 你懂吧 你知道我会求六十一会求六的 你加上来就不就对了吗 对啊 我是后面才能赢 我就是 等一下 现在 我们现在要图两个人才能赢 对 要不就是神 神就是九跟十一 要不就是六跟八两个名 如果图八的话 他们就不信我是首位 他们会把我投出去 所以你想把谁搞走 你确定六十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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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她是首位 她刚才也会跟我对跳 她没有 她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一起 图了六号 然后下一局我就来图八号 来吧 来吧 三 二 一 好 回去 来 接着 哈喽 调查员们 我们又见面了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 是要乘坐我们的游览巴士 去到我们的车型游览区 好呀 我们商量一下任务吧 反正这回一定要赢 两人一组 嗯 基数量 名字 嗯 我觉得我们做分散一点 那我做这个后面 要记直草洞有几种 石头洞有几种 记名字 那就全记 记名字 然后最好标号 顺序 对 好 压力好大 先把双子标一标 看来我们是进眼镜头这个 白虎 白虎 嗯 哪呢 哪呢 右前方有一只 哪呢 两只 那边有没有 没有 我没看到 我看到我看了 怎么就两只呢 不科学啊 它万一躲起来怎么办 这边这边这 这有两只 三四 我看到五只 嗯 四五 哎哎 这有一个虎 两只 两只 然后孟加拉虎的特征 刚白虎就是白黑纹 然后这个就是黄 红梅虎长得更胖一样 我感觉 狼远 两红一分 这哎 它不会考有几个水池吧 我前面都进了 水池 哦 牛 牛 哦 看那边 两 两瓷一弓 马路 七八木一弓 不会考植物吧 你看那我不认识 这太残忍了 我简单了 野马 一二三 马路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二 东北湖 一二三 这还有一只 下面还有一只 哦 那里有一二三 那下面还有只小的 三加一 不是 刚才我们刚才是绕了一个山 三百六十度 三百六 我觉得这后面两只你们可能算过 但是说实话这些活动的面积 看起来不是很大的样子 那你们现在算了几只 六加一 不是 我现在一共就只看到四只 你们都加到无数只了 我觉得 我这也是十 我算十二只 好 所以 咱俩 是 这 白马呢 挨马在这 看那一堆 他吃饭 天 这个白的马这个发型还挺皮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一 你数多少 我第一遍数十 第二遍数十 球球的题目简单一点吧 这个真的很难数 请所有调查员 回到会议室集合 我老天被摇匀呢 怎么样怎么样 还没开始答 还没开始了 我老将被那个车给摇匀了 加油 接下来 请参与任务三的调查员们 回答下列八个问题 正确回答出六个问题 即任务三挑战成功 注意 答案提交后不可更改 你不信只能答一次 对 但我们可以先讨论 问题一 在某兽区中 一共出现了几种老虎 它们分别是什么 白虎 孟加拉虎 东北虎 可能是两种 白虎是白花品种 肯定是三种 白虎 孟加拉虎和东北虎 白虎不是一个特定的种 就是华兰虎这种东西 才是它的一个物种 但我觉得它考 这个就有点考 动物学的知识了 我觉得就有点超纲了 现在基本上虎 有孟加拉虎 华兰虎 东北虎 我们没有看到的话 白虎如果是华兰虎的话 是三种 如果是 对 所以就三种 不管它是不是一个病种 我确定倒是华兰虎吧 它好大的 我们也不知道白虎属于哪种 我不确定 但是 你们的病吧 嗯 我觉得是三种 请确认答案 白虎 孟加拉虎和东北虎 三种 三种 你们刚刚途经了东北虎 白虎 孟加拉虎三种虎区 但从物种角度讲 白虎是孟加拉虎的 白化品种 不是独立亚种 11号调查员 关于老虎细分亚种的分析 是准确的 问题二 在猛兽区中 体重最重的虎类动物 是哪种老虎 东北虎看起来比得最胖 东北虎看起来比得最胖 东北虎 正确 问题三 在石草动物区 第一个看到的动物是什么 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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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OK OK 问题四 骆驼的邻居是什么动物 野马跟迷鹿 正确 问题五 在猛兽区中 成年母狮子有多少只 我记得是2加4 词的 我记得是2加3 你记2加3 所以你记得是5 我记得是6 天哪 它不对的答案呢 我记得时候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能够印证的 我记得是3只成年母狮 或者是4只 因为有一只像是幼年的公狮 对 它在那里的 那我们就把那只当作是公的 所以就是2加3 请确认答案 5 错误 还得错两个 其实有点难 对 得再错两个 他们对6个就赢了 对 对 所以只能再错一个 错两个就输了 对 好人说 问题六 在食草动物区中的4种鹿鹿动物 分别是什么 麋鹿 麋鹿 梅花鹿 天鹿 天鹿 长颈鹿 长颈鹿是鹿鹿的 是 长颈鹿好像不是 那长颈鹿是什么 那叫长颈鹿吧 鹿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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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个麋鹿鱿形 不太记得啦 但我还记得个马鹿 对 她说有4种 对 她说有4种 鹿鹿鹿肯定是鹿 dialogue 长颈鹿 我实际不是 永远 鹿鹿 nasty 长颈鹿 长颈鹿和马鹿都是山那 selective 长颈鹿 长颈鹿 如果它路科的话 它也有可能是路科 我也不太记得 反正我觉得天路和梅花路和麋路 对这三个很确定的 那长颈路马路我们蒙个吧 蒙一个 我觉得马路总有个马在那里 好像就觉得 那就长颈路 那就长颈路吧 请确认答案 麋路长颈路梅花路天路 正确答案是 梅花路 天路 马路 我想了半天好像不是的 我就不太记得了 问题七 在石草动物区 有两只长颈鹿 较高的那只长颈鹿的身高 有多少米 乌刹可在十厘米之内 这谁记得 这谁记得 他眼语蒙了 我记得长颈写到一个四米 长颈鹿 就是有一个在四米往上 但是就是再往上我就没看 所以你确定它是四以上对吧 那我们就四五之间找一个 四五之间找个数 抓个四米五是谁 四米五 错了又错了 因为我实在是记得不很轻 请确认答案 四四米五 正确 较高的那只长颈鹿的真实身高 就是四米五 太牛了 太牛了 太爽了 零五长 港姐跟雅琪急死了 她俩无语了 真无语 你们好像他们都不想鼓掌了吗 他们再换我两个 琳琅 现在一累计成功答对五题 下面 只要再成功答对一题 即任五三挑战成功 小赛对一个就行了 这个赛点了 所以说 问题八 在所有鸵鸟中 是黑色鸵鸟多 还是灰色鸵鸟多 还是灰色鸵鸟多 听我一点搞笑 这个只能忘了 黑色的多还是灰色 这百分之五十的感觉 我光注意旁边那个丑丑的葬鱼了 你们有记大小吗 没记 我就直接数两 灰色的好像是右鸟 紫星和右鸟好像是灰色的 好像是灰 我记得是 好像是灰 我挑过去就感觉灰蒙蒙的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说一下 对 回忆一下 黑色的可能是公的 灰的可能是紫星和右鸟 平击的话就可能只有一个直公鸟 如果是一伏一期的话 加上右鸟的话 那也是灰色多 所以我觉得大概也还是灰色多 有专业支持支撑了 好 那就是灰 灰的 正确 是 是 恭喜各位调查员 第三个职场体验任务 挑战成功 哦耶 来来来来 鸡下掌 哦耶 有鸡蛋了 童鱼有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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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结束 本轮获胜的阵营是 欧佛阵营 耶 耶 耶 雅琪 雅琪 你如果跟她一起冲调言语 就好了 两次机会 我们就赢了 啊 对不起 没关系雅琪有 有不言赛 有你不言帮你顶着 我好人归票没对过 哇 直接归我 归我 他归我归4号 但是分析的道理反而都是对的 在场可能只有一个三年好的情况 就是八九十 然后四九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很长 所以这一轮我归票4 条子有可能是卧底局长给出来无限5号的 6号没有跟5号跳首位 这个首位必须要留一下 所以5不能出 今天出6明天出2 你不认真卧底刀我感觉 他真的 他真的是看错号码牌了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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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不错归票 我想干一这么低我就能归票吗 我再也不归票了 第二个是谁写的 我写的 对 第二个太精彩了 第二个太精彩了 你讲一下 真的 我吓坏了我怎么念出来的 吓坏了 而且他是凭空编了一个纸条 那个纸条上写的完全不是这个事情 所以写的是什么 我的字条是KIM 然后直接刀 所以我不能念出来 我当时就说 他如果是卧底就不会公开纸条 然后我走了一层 走这个逻辑 然后我就认他好了 不过我不理解你 为什么归票4号 我第一能发现哪里有问题 来 我们让你不言复派一下 因为回收手法 如果我考虑这一期的回收手法 是以行动为主的话 那肯定是优先要走你4号的 因为是9号倒牌 而且我当时盘出来的可能性 他在狼坑位的话 该率已经是当时我算了五分之三还是多少吧 你收的真好 虎密号都没有盘出来 我直接给他读了 读得很准 来 新来的嘉宾抬一抬 对 这次感觉被文婷姐姐带飞了 那没有 我之前看前两期的时候 我就给黄凯说 我上来就要无脑姓文婷 我觉得文婷太清楚了 我就这么给他说的 文婷任务做得也好 我排逻辑排得也好 我感觉做任务的时候 是因为确实这位好人做任务 有很多就是都很擅长的 就比如说当时第一个任务 熊猫的时候 宇童还有颜宇 就是他们对于那个熊猫的认知特别的清晰 那宇童一下就看 这是那个网红的花花 这个肯定不是 这是那个花花 他说大美炸毛 六更像大美 那不是选了9吧 正确 7刚刚的发言也很有意思 然后7说自己是有身份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狼王 我想把7带走 走啊 3 4 5 6 7 8 9 31 确定 没错就是31 还有5刚刚那个守卫的发言 也不是发得非常好 说明你没有跳守卫的一个动机 你跳守卫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局我会出5 这有两只 这有两只 这有两只是吗 3 4 死星和右脸好像是灰色的 所以我觉得大概也还是灰色多 正确 所以我感觉就是大家都 太厉害了 对 我感觉饲养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尤其是在做完第一个课题之后 他们能够掌握那么细微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让人佩服的 从一个官员的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实不实是 道路员走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哇他长得好可爱 太可爱 可爱的小猫 嗯 过来过来过来 宝宝 你好可爱 因为能够让你意识到 人类其实进入宇宙的中心 就不要老想着自己的事情很大很大 其实你不过也就是一小部分而已 对 上高度了 上高度了 欧佛竞调局的第七次职商体验结束 恭喜欧佛阵营的候选局长及调查员 在今天的挑战中获得胜利 获得一分积分的候选局长是任律师 刘律师 还当着我的面 领心 汪宇彤 梁薇 肖阳 李冠甲 许文婷 王毅严 李不妍 得及一分 得分了 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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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留给大家的机会 不多了 还有一次竞调任务 一定好好发挥 把该弥补的 该转折的 抖回来 好 抖回来 最后想希望小朋友们打得更放开一点 该跳跳 该冲冲 把格局打出来 玩得开心最重要 好 好 好 一起来 zeigen 水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